此前只有专业的运动员和教练才能把国旗放在胸前 这对展示中国实力是极其重要的方式 而业余爱好者和普通观众也只有羡慕的份 但这一次冬奥国旗将这一看似不可能出现的标志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带入了普通百姓的视野 安排如何给这次的国旗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使新的国产品兴起 我们发现这些广受年轻人喜爱的运动品牌大多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激发民族骄傲和爱国感的东奥国旗古典 短T将China和国旗图案设计在胸前 通过50根细针水柔棉双面布带来凉爽的通气 带着垂感的服装感觉 感受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家的强大 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感情和民族骄傲 二设计潮流表现时尚 除了东奥国旗之外 安踏其他产品系列也逐渐成为许多年轻人的个性化产品 具有酷的品牌格调 4月29日 作为安踏全球形象代言人的王一博 身着安踏冬奥特许冬奥国旗款 出现在活动现场充分展示了安踏精湛的设计和严格的面料选择和控制 东奥国旗款的创新针织加克与左上角的国旗图案相呼应 同时通过最新的单副层融合技术 实现了无缝贴合创新技术 防风防尘 更适合日常穿着 这款安踏冬奥国旗款穿着 同时融入了民族自豪感和潮流元素 这也是它成功在年轻人中引爆口碑的原因 安踏的衣服没有太多的装饰 简洁明了的图案更突出了主题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会翻倍 安踏冬奥国旗是冬奥特许商品 所以安踏可以将国旗印在衣服上进行市场销售 所以当这次冬奥会面向世界时 安踏所提供的品牌实力绝对不能差 纵观这次官宣代言 从销量数字来看 足以震惊众人 不愧是有带货王之称 官宣当天 旗舰店到在线各大平台 妥妥的战绩过亿 王一博的扩圈影响 带费了安踏 更让全民参与其中 现在能量的传播 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